1 2 3 GO 哈嘍大家好我是馬斯克斯吳拉 那我們今天來練一首這個寶貝在幹嘛 那我們看一下最後歌怎麼彈啊 那最後歌呢很簡單就 左手呢就四個都選擇 第一個是 1 5 Gamma 0 2 2 所以你用十字壓就可以了 那後面是Main喔 那後面是Main喔 就是你的十字身邊後面是翹起來的喔 接下來是G5 後面一樣也是Main 所以這首歌呢你只會彈到上面的三條 就是6 4 接下來下一個是C5 字形都是一樣喔 最後一個是B5 799 K8 接下來3 5 8 10 799 9 就這麼簡單 好那我們直接開始囉 前奏 那右手 他有一個右手的技巧叫做右手的Main喔 那你放在你的下弦的這邊 有一個蹦蹦蹦的聲音喔 很像在打大鼓 有點像是切音的感覺 但是是切在這個下弦的上面 練練看喔 好那左右手都會以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帶入這個前奏 試試看喔 他是第四拍 1 2 3 4 可以嗎 第四拍彈這個 0 2 2 1 5 1 2 3 2 3 4 然後這個3滑到8 接下來一樣4下 1 2 3 4 最後一下的時候滑回7 1 2 3 4 OK嗎 好那前面全部別講 我們彈一首 1 2 3 Go 2 3 4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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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3 4 OK嗎 再一首 你可以再把它彈乾淨一點喔 就是 你左手就 翹起來就可以了 這叫做左手的切音 可以嗎 輕輕放在拳上面就可以了 聲音就不見了 如果你不香起來也可以 就是整首歌會這樣 嗯嗯嗯嗯 會很翁啦 兩層 喔喔喔喔喔喔 很像一個 delay在後面這樣 喔喔喔喔喔 我們不要這個delay喔 我們把聲音 切斷 所以你右手慢音 左手要切音 我這首歌有點困難喔 說簡單又不簡單 蠻多技巧的喔 可以嗎 我們先做到這個喔 然後再來是 8 OK 那前奏會了以後呢 整首歌大概就會了 喔 我們前奏再彈一次喔 1 2 3 go 直接進入到主歌囉 3 4 5 6